每天吃一瓜蜂劈结巴巴巴,跑男最新路透照流出,白鹿坐在了范澄澄的拉杆箱上,然后就有人开始嗑他俩的CP了,一下子给两家的粉丝干破防了直接开始扯头花,白鹿粉丝认为范澄澄都没什么代表作,是靠炒CP起来的。 偶像练习生期间和黄明浩的黄泉富贵、青春环游记和贾玲的家贩CP剧里和王安宇的CP,还有其他综艺里和欧阳娜娜张静怡等等等等,另外还有姐姐的知名度加成和他炒CP只会掉价,范澄澄粉丝则认为白鹿这么主动肯定心里有鬼,毕竟白鹿是出了名的喜欢假戏真作,跟徐凯张灵鹤都是打着做兄弟的幌子, 最后搞到了做头发的那一步,再说了白鹿和张灵鹤现在还在藕断丝连,和他家哥哥炒CP会影响他家哥哥的口碑,实话实说范澄澄和白鹿两人目前为止,肯定是没有任何情况的,白鹿曾经是有过炒CP的想法,跑男节目组也有意促成但是范澄澄团队拒绝了,他只会跟影视剧中的女搭档炒CP,综艺里面就一心一意搞笑, 毕竟不是谁都能跟曾经的假灵比实力和路人员的。